用這個刀片去比對大概一公分的地方在哪裡 畫一刀讓你知道一公分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 然後再把這個阿阿烏過來之後 那一個 那一個來講的話 你剛才畫的那一刀就是在最上方 有聽懂嗎 你現在看我做很簡單喔 等一下你做下去你就知道囉 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這個是太短太長標準 請你做到太長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做到標準 請你做到太長之後 把長的那個地方修剪掉 可是修剪的時候請你有一個技術 小技巧就是稍微 在右邊這邊的銅線 比左邊長一點點 來你們看一下 不用不要動 你們這邊有看到右邊的比左邊長一點點 在視覺上有沒有看到 右邊比左邊長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好 那這個是控制線 控制線之後記得要舌頭那個地方 螺絲鬆開來這樣鎖緊 其實你這樣勾上去你就知道 這個到底太長還是太短還是標準 如果發現太長的時候 你再做 再做一次修剪 寧願 寧願把它修剪到標準 你不要給我太長也給我夾太短也給我夾 請你做到標準 我現在這邊都是一步一步 那右邊稍微長一點是怎樣 方便你去夾 夾緊 夾緊了之後 最後螺絲還是要給我鎖緊 不是夾緊而已喔 螺絲要鎖緊喔 電的東西螺絲一定要鎖緊喔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好 最後一條叫D線 好